内阁里边的这些人 说我们跟这个人关系不错 我们跟那个人也挺好 我们这个关系啊什么什么 美国总统当选人 拜登刚宣布的几项政府信任是 任命算是国庆布林肯 国家安全部门苏鲁伦 关系跟我们有面对面的互动的经验 其实真的是还是真的不明白 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川普这边在跟拜登 他们这些法律的官司 而且人家美国在法律上 各个方面没有宣布这个总统 真的是要产生 什么时候产生了 你为什么这么着急的祝贺呢 因为按照人家法律的结果 是要等到12月8号这个选举争议截止日 各个州在此日为止 未能最终确定出 其票数的国会将不再接受 这个州的投票结果 到了12月14号的时候呢 选举人团投票 这个时候总统呢 要是任何一个人的话呢 赢得了270张以及以上的选票 那就当选新议院的这个美国总统 如果说到了1月3号的时候呢 宪法第20修正案新任议员选举上任 1月20号的时候最终要是说到那一天 还没有选出来 选出来了呢 你就那一天宣誓就职 没有选出来的话呢 按照这个规定的话呢 要由众议院议长代任总统 他也不是总统 代理行使总统的权利啊 就是主义一个代班的啊 直到选出符合资格的总统 到这个时候 美国才会确认谁是总统 那我还是不明白 你这个姓蔡的怎么就啊 这个一而再 再而三的啊 这个祝贺拜登 祝贺拜登的这个当选了呢 这个各州选举人团 将在12月14号召开啊 这个会议 这是非常关键的 投票决定总统和副总统当选人 9天后参加参议院一掌啊 将收到各州选举人的投票 国会将在2021年1月6号 联席会议上的计票 如果啊 这两位候选人 为获得军位获得270张选票的话 将由众议院选出总统候选人和参议院选出副总统当选人 这个才是整个的这个流程走完了啊 在昨天的时候我们也看啊 这个美国啊 纽约这个教练这个也说了 说这个真的是他 这个小菜啊 这个小菜总统 他真的是有可能这个犯错了 有可能这个出事了 说当时白宫打骂啊 打骂啊 这个说是伤了总统的心了啊 不管是蓬佩奥啊 还是谁呀 这个民主党 民进党 有人说他们本身啊 就有互相扶持的意味 或者是怎样 那么说如果说是这样的话 真的说习就放心的来打台湾了 民主党拜登如果当选 我过去说你支持他 你他当选第二天啊 第二天这个大陆这边啊 对岸这边就有可能开战 知道了吗 他们为什么要开战 他当然要开战 他打台湾 是说这个他保他的江山 共和党川普这边要是当选 他也打你呢 是因为川普这边要是说 人家美国优先啊 人家没有这个保护你的义务 人家保护你说句实在话 人家那是叫维护地方的这个地区安全 他不帮你天经地义谁会帮你啊 俄罗斯啊 俄罗斯说要钱啊 说我打台湾你什么意思啊 俄罗斯说你打台湾 我要五年的这个石油液化器的这个合同啊 而且先给钱 人家这一点都不犹豫 改北约日本这全都闭嘴啊 人说这个俄罗斯美国都不管 我们凭什么管啊 而且教练这边说确实是收到了这个逃到俄罗斯 又逃到了欧洲的这个相关的人员的这个透露 劳共确实是要打台湾啊 而且这一次的话呢 他们说为什么要打台湾 真的是为了这个劳共这边再活50年 这个非打不可 整个的民主党上下 他们这次的这个态度啊 对拜登的这个态度 真的是让习坚定了 而且也更有自信了 说这回没人管他了啊 那他就放手一搏吧 放手一干吧啊 在前些日子一直在窝着火啊 你知道吗 那个军机绕台啊 各方面的啊 这美国这边的这个航母啊 什么之类的人 这个飞机啊什么 那也都在那这个扛着呢 到现在这种情况下 所有台湾的朋友们 不会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还强硬着说 谁都不管的情况下 我们也不怕啊 打就打啊 怎么着 谁怕谁 好吧 反正的话呢 如果真的有一天出现了这样的险境 蔡英文 你真的要考虑一下 是不是你的这个随便的这一推 你就把台湾推向了这种巨大的战争的危险之中 哎 行了 好 好 嗯